天津博海银行女排今天的官方训练时间是中午11点至下午1点半 袁新岳跟随球队准时出现在了训练场并全程参加了训练 其实多年来袁新岳的生日基本都是在联赛期间度过的 因此虽然今年是在全封闭的赛区中过生日不能与家人团聚 但这些对于袁新岳来说其实早已习惯了 我觉得可能生日当天的话可能自己的那个会更开心一些吧 然后也没有太特别的感受 以往可能生日都是在联赛期间会比较多一些 在第二阶段开始前加入球队后 袁新岳利用短暂的休赛期努力提升状态 在第二阶段前四场比赛中 他很快融入到了天津队的战术体系之中 出色的发挥有目共睹 接下来强敌将接踵而至 袁新岳也已经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比赛就是也算是边 一边打比赛一边磨合的一个状态吧 然后后面也是会遇到更强的队伍 也是在积极的准备当中吧 小元他也是一直在北京 然后可能去补课呀一些的 然后也没有进行系统的训练 但是他这其中还是保持了就是一定强度的身体训练 所以说他回到我们队以后 也是没有特别长的一个恢复期 然后能够很快地跟上我们队里的这个强度 包括跟上比赛的强度 所以我觉得还是他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吧 虽然无法与家人团聚 但生日蛋糕肯定不会少 天津队已经通过赛区给袁新月预定了生日蛋糕 今晚大家会为他举行一个简单的庆生活动 在袁新月透露生日愿望之前 王元月还不忘对袁新月的生日愿望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希望他能够在明年然后继续地加油吧 然后做他想做的事情能开开心心 然后希望他许愿的时候许愿有用的 生日愿望 我觉得还是希望自己 就是未来还是能做更好的自己吧 这也是个大愿望 天市体育记者孟帆强刘墨成范志月皮男 发自广东江门的报道